说完页头 接下来说一下下面的这个大班的图 这个区域有一个背景图 这个背景图的尺寸一般是2560×800或者是×600像素的 一般都是GPG的 建议尺寸是300K左右 这个需要设计师设计 在设计图片的时候 要注意上下左右的流边流白 这种班的图中间会有产品图片 而且是主推产品 这个产品不要放在上下左右的边上 因为我们做的是响应式网站 这种网站会自动裁切图片的上下左右的边 图片里的主要内容不要放在边上 上下左右的边都不要放 而是放在中间 中间的区域属于安全区域 在某些设备的某些分辨率下 上下左右的边有可能会被切掉 中心的位置才是最安全的 通常Avata主题的弹幕演示站 这个位置的幻灯片 它会用自带的slider去做 它自带的幻灯片比较精简 加载速度比较快 但是它也有缺点 比如它上面放的文字 它只能左对齐或者中间对齐或者右对齐 那如果我们想把这个文字放在右上角或者是右下角 或者某一个特定的位置 这种排版它是做不到的 如果必须要这么做 我们可以换其他的幻灯片 比如Revolution Slider Revolution Slider它自由度比较高 但它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加载量比较大 会导致网站首页加载速度过慢 加载时间过长 如果这个位置只有一个屏幕 不需要切换 既不用Revolution Slider 也不用R的主题自带的那个slider 直接在页面容器里做 这样加载速度最快 这样做也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它的排版效果会打折扣 所有的方案都有优缺点 客户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选择 最佳选择是什么呢 就是R的主题弹幕演示站默认的这个效果 它用的是什么 这是最佳效果 这个Banner区上面有一个深蓝色的条 这一条有三组文字 具体改成什么 还是删掉 下面还有一个条 这个条要改成什么 或者删掉 然后再往下走就是产品 下面这四个是产品分类 这一屏是要删掉 还是要换成什么 如果是分类的话 是放四组还是放三组 还是放更多组 每一组指定的图片是什么 下面是三组图片 这三组图片客户想改成这个样的 有两行文字 一个是标题 一个是副标题 下面还有一张图片和一个按钮 这么多元素要改成什么 在原版的弹幕演示站里 它后面有一个背景图 前面有一个实物的图片 我们在做这网站的时候 删除了前台的那个图片 直接做成了背景 因为背景在鼠标划过的时候 是可以放大的 现在看到的这三张图片 其实是经过反反复复五六回的修改 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因为客户提供的图片不一定适合 像这种图片是那种比较竖长的图片 常规的横宽图片放在这是不适合的 像这种图片尝试反反复复多试几次 这也是正常的 主要是为了最终的效果 在和客户沟通的时候 尽量避免无效沟通 因为大家都很忙 我们把时间放在更重要的事上 以上就是我分享的网站具体修改细节 客户知道了能改什么 能改到什么地步 他们对网站未来的想象会很具体 因为现在这个弹幕演示站 就是个具体的网站 再加上具体的修改方法之后 对网站的最终效果会更加明确 同时也知道如何去准备资料了 我们在签合同之前 也要知道具体的修改细节 把不可控的因素放在合同之前 让合同执行期间的不可控因素越少越好 这样才能确保工期和成本 客户需要知道我想要什么 提供资料提出修改意见 那我们是一个工具人尽量的去尝试满足客户需求 帮客户把网站做好 一般的企业客户是不会自己学习做网站的 因为时间成本划不来 做一个网站需要了解的知识范围太大了 需要了解的知识点也太多了 就算是买了课程学习再加上自己练习也需要很长时间 成本会很高 如果遇到不会的地方卡住了还会耽误更多的时间 花了很多时间最终把网站做出来之后 这个最后的效果也不一定有多好 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做网站 只是自学做过一两个网站 和我们经常做网站做过几十个几百个网站的经验 没有可比性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谢谢收看 如果你还想看其他页面的沟通修改方法 敬请关注 我是Archair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